赵薇当年凭借着还珠格格火遍了大江南北 当年上至80岁的老奶奶 吓到刚会走的小孩没有人不认识小燕子的 这么多年来她一直都顺风顺水 在事业上各个领域都做出了惊人的成绩 更是生下了小四月 家庭幸福美满 而且赵薇人气都是极好的 从圈内的一线明星到圈外的金融界大亨都是她的好友 现在的赵薇几乎很少出演电视剧了 人家混商界早已经身家几十亿 还被称为女版巴菲特 最近中餐厅热播收视率话题不断 成了综艺暑期党的一匹黑马 其中最受到关注的是第一次上真人秀节目的赵薇 节目中的她精力能干 真是不做做实力圈粉 在一次节目当中 赵薇一天亮等开车开到半路车就没有了 因节目要求不能带钱和手机 这可真是难为赵薇了 身为一个大明星加油不给钱 到时候被轰出来就真的很难看了 然而当赵薇摘下墨镜的那一瞬间 立马就被加油站的大姐认出来了 两时间赵薇本人很是高兴 愿意给他们免费加油免费送 不过赵薇又觉得不好意思 说拿车里的玉米和大姐换 大姐有钱任性坚持免费送 估计也就是明星才具备这样的刷脸功能吧